哈喽大家好,我是马西,欢迎来到马西数澳洲 刚结束工作,这边拍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澳洲买公寓的碧坑指南 那我自己是从差不多13年底14年初 从事这个行业的 那在初期就是卖七房的楼花公寓 到了后期的话就是做二手房 那从始至终啊 不管是新房公寓还是二手房公寓都接触的非常多 我自称自己是公寓销售的专家 其实感觉也不算太过分 那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有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在海外的朋友 他买了这个澳洲墨尔本的公寓 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增值 甚至是亏钱的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逼掉一些坑 去买相对来讲比较保值增值的公寓呢 我这里面就说几个需要注意的要点 那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我们先说第一点啊 第一点呢也是我们华人比较重视的 就是关于这个朝向 那一般默认的都是朝北是最好的 因为澳洲是南半球 朝北就等于国内朝南啊 这个大家要清楚 那除了朝北以外呢 就是朝东默认也还不错 西面的话呢 虽然基本上光线也不会差 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会有西晒 夏天的话朝西面会特别热 所以呢西面朝下一般不太会看好 在最后呢才是南面 觉得南面会背光 但是呢我这里要强调一下啊 朝向呢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你还要看这个公寓本身的景观 如果说呢举个例子 它像可能是朝南的 但是呢它是墨尔本的Docklands 南面它朝南的这一面 正好是看得到水井的 而且是无遮挡的水井 那像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很多的买家 尤其是本地买家啊 因为这个景观的关系 它是不太会建议朝南的 它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朝向和景观呢 要综合起来来考虑才对 那说到景观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 也是很多朋友们会踩坑的 就是说呢你买公寓啊 千万不要有遮挡 那这个里面的最关键的点 是如果说是现成的遮挡 看得见的遮挡 大家呢一般都知道要避免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买的时候 它的这个跟前是没有公寓楼 或者说商业楼 把这个视野给遮住的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 因为规划的原因 啪的一个楼造起来了 结果全部挡住 严重影响了房价 那怎么办 其实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查相关的网站 一般来讲呢 维州啊是有开放的这个网站 公共的网站 是共查询的 那我有相关的网址 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评论区留言 跟我说一下 我就直接发出来 私信发出来啊 那像这些网站呢 你可以查到 这栋楼周边附近 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 那所谓有没有规划呢 是指啊 一般来讲 这个公寓楼也好 商业楼也好 它不是趴的 马上就造起来了 它是需要去CD Council 去政府申请这个批文 有设计 有规划了 然后呢 预售之后才可以 开始建的啊 这个是一个 住宅公寓的正常流程 所以呢 你可以去查一下 政府的这些 相关的规划网站 去政府是有这种网站的啊 都查得到 查了网站以后呢 你自然就能看到说 哦 呃 我这栋楼 北面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 在东面 呃 以后会造一个 50层的楼 可能会把我挡住 那要不呢 我就买朝政北 对吧 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问题 这些是有相关的网站 可以查到的 或者呢 你是去找业内人士 比如说像我 基本上呢 也能帮你们查出来 总而言之吧 查好规划很重要 你要确保的 不只是 现在没有遮挡 而是在未来 也没有遮挡 当然了 有没有规划 这个东西 也是相对短线的 可能是三年到五年之内 再长的 比如说它 目前 它就是目前 可能前面是一个 十层楼的外房子 但是未来规划了 十年 十五年以后 派了出来一个楼 那怎么办 那讲真的 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未来的事情 谁知道 我们能做的就是 至少 逼掉现有的坑 现在没有楼 包括 现有的规划 也没有楼 那就已经不错了 你真的说 要做到说 完全没有 那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房子呢 它可能在路口 那对面的房子呢 至少隔了一条街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自然不会产生严重遮挡 对吧 那也就OK了 或者呢 它对面可能是一些公共建筑 举个例子 是图书馆 是体育场 对吧 像这种类型 是一个大公园 政府的公园 那这种类型呢 自然也不会有遮挡 就可以避免了吧 对吧 所以呢 遮挡的问题 大家也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踩坑 尤其呢 要当心的就是 现在没有规划 但未来会有的 这种呢 千万要去相关的网站 查清楚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房子啊 尽量不要买这种 密度特别高的公寓 我们所谓密度比较高呢 主要有两点啊 一点就是这个 这栋楼的一个户数 一般来讲 默认超过500户以上 就是偏高密度了 这个呢 是一方面 还有呢 就是它的层数啊 比如说 六七四十层的公寓 对吧 一层 我们少算点五户 多的话 甚至十户 十几户都有 那肯定是高密度公寓了 毫无疑问 高密度公寓 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带来的问题呢 是如果说 你以后 举个例子 你的房子是 呃 1005 好吧 1005 然后呢 你如果买的是一个 高密度公寓 是60层的 也就意味着 有1005 也有1505 2005 21105 一直到6005 对吧 那你这一套房子 上市在卖的时候 说不定 有同户型的 或者呢 是类似户型的房子 也在卖 会内卷起来 对你产生影响 那价格呢 自然就卖不高了 如果相对是低密度的楼 本来呢 二手房的这个市场 它上线的房源 也不会特别多 那相对来讲 同时期的竞争较少 自然呢 就不太会影响价格 所以呢 尽量不要去买 密度过高的公寓 我给密度过高的定义呢 一共就是两点 第一个 楼的总高 超过了50层以上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总的户数 超过了500户以上 主要呢 是看第二点啊 就是总的户数 这个更重要 对吧 那说完密度呢 还有一点啊 也是大家要小心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自然来讲呢 好的地段 是会加分的 那像墨尔本啊 如果说CBD 本来CBD不大 对吧 久纵久横 一个长方形 基本上来讲 没有说特别差的地段 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段呢 指的还不是这种广义上的啊 什么靠近学校啊 靠近购物中心 靠近电车 靠近火车站 这种东西 我们讲的地段指的是 它周边有没有一些 相对来讲 很多广义上的买家 不太能接受的痛点 什么意思啊 就举个例子 如果说它旁边是一个医院 甚至说是一个目的 那是不是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接受 对吧 那这个自然就要避免 还有比如说 它旁边离火车线特别特别近 火车经过可能会有严重的噪音 那很多人呢 自然也是不太能接受的 还有呢 像周边离这个高速公路 特别近的 车流特别凿惨 对吧 还有废气 很多人呢 自然也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我的意思啊 就是周边如果有相对来讲 大家不太能接受的地标也好 建筑也好 这个呢 未来会给房屋的销售 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因为你不喜欢的点 别人也不会喜欢 所以呢 这一方面 你在买的时候就要考虑进去 这个房子呢 周边没有一些 大家不能接受的点啊 还有要避免的点呢 就是过于高额的物业费 那一般来讲呢 相对比较高端的公寓啊 它的物业费就不会便宜 还有呢 就是物业费会跟面积挂钩 一房的物业费 永远比二房要便宜 两房的物业费 永远比三房要便宜 多半是这个道理 对吧 那如果说物业费 过于高额的话呢 千万要小心了 因为这里面呢 有多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呢 我们叫做clining issue 这个呢 我以前专门 做了一期视频来讲啊 就这里不多啰嗦了 简而言之呢 就是会有这个房屋的 外立面包覆层的问题啊 可能未来要花钱去换啊 就是这个概念 那第二个呢 物业费比较高 很有可能的是 房子本身有一些 维修维护的成本 这个成本费用的累积比较高 那一般来讲 配套设施越多的房子啊 越会发生这个问题 尤其呢 可能前五年看不太出 过了几年以后呢 这些配套设施 要维护维修啊 那这个物业费 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呢 这一点大家要千万注意啊 有些公寓楼看上去非常的fancy 有很多大量的配套设施 但是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要房东去买单的 所以配套设施呢 也不是说要越多越好 多多一扇 保持在一个正常的量就可以了 如果说配套设施 过于多 过于繁杂 第一呢 你也用不到这么多 对吧 第二来讲的话呢 会导致未来的物业费过高 对你将来的付物业费产生影响 那我们同样换位思考 如果是买家的话 你看 有这个两房的房子 一年的物业费 一万 一万多 我不太能接受 自然就不买了 所以呢 会对今后的二手房的价格 产生较大的影响 再来呢 还有一点价格 这个价格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要分为两块来讲 如果说呢 这个房子 是相对来讲 一洞里面 没有几套的那种三房 大三房 甚至是Payhouse 价格贵一点呢 因为它特有的一个稀缺性 所以未来呢 是有可能会有本地买家 喜欢享受这种大平层 大公寓的这种生活的人 会买单的 所以呢 房价格还好 那如果说呢 是相对低楼层的公寓呢 那自然呢 你买入的价格 是比较便宜的 那未来呢 有更多的买家 买单的可能性 相对较大 其实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呢 相对来讲 楼层比较高 我们一般讲是 至少35楼以上 到顶层这一段距离的 价格较高 但是面具呢 却普普 不是特别大的 这种所谓的 因为楼层累上去 而导致价格加上去的公寓呢 未来要出售 难度反而会比较大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说一个房子啊 一栋楼 它的这个房号 是2510 举个例子 那另外一套呢 可能是4510 差了20层 那相对来讲 大家认为 未来在出售的时候 哪个房子会更好卖 那我告诉大家 是2510 为什么 2510跟4510 本质上互行是一样的 而且呢 面积也是一样的 并没有说 4510会特别的高端 但是呢 因为澳洲 墨尔本这边啊 公寓在新房楼花 出售的时候 每差一层的价格 至少要差 1500到2000 那差了20层 我们就按照2000来算 就是差了4万块 那这个4万块 其实呢 很多时候啊 本地的买家 是比较实惠的 他不会因为高了20楼 他去买单 多付这4万块 还是有价差 但是可能价差 就没这么大了 可能最终呢 2510和4510 卖掉的价差 会在一两万左右 那这样一算 你是不是买高楼层的 就不怎么划算了 所以呢 这里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买所谓的 高端三房的公寓 或者Payhouse的公寓 那反而没问题 但是呢 如果说是户型都一样的 楼层有差别 导致高楼层的定价 比较高的情况下 你情愿去买楼层偏低一点 只要是15楼以上 就没问题 甚至10楼以上 基本上也OK了 只要没有严重的遮挡 那如果你要说 我要买高一点 试也好 其实讲真的 你高一点买试也好 是要跟本身房子 其他的因素 相匹配的 如果你高一点 试也好 是大面积 人家买的就是享受的 没问题 如果你高一点 试也好 买的还是普通的 两房的面积 那其实呢 未来反而是吃亏的 我这样说呢 应该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 最后一点 我们来讲一下面积 面积呢 简单来讲 就是默认 面积相对较大的公寓呢 未来在保值增值方面呢 会有更好的影响 我这里面呢 就具体说到面积数字 那如果说是一房呢 至少要做到50平米以上 这是一个基本的标准 如果说是两房的话呢 最少呢 要做到60平米以上 像这样面积的公寓呢 其实就是OK的 三房的话呢 至少要做到90平米以上 这样呢 才是比较合格的三房的公寓 这三个面积呢 大家可以记住 如果你买的一房公寓 是特别小的 40几平米的 那未来呢 在二九房的表现也会不佳 那同样的两房公寓 尽量面积不要低于60平米 三房公寓尽量面积 不要低于90平米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好的那今天呢 关于澳洲墨尔本买公寓的 碧坑指南就做到这里了 这一期视频呢 真的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因为是完全我自己的经验之谈 希望呢 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那最后呢 给自己打个小广告 大家都知道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做二手房销售的中介 那主要销售的产品呢 是以公寓为主 所以呢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 有一套房子 想要了解一下 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 或者说呢 今后可能在半年一年以后 想要考虑出售 都欢迎随时私信和我联系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